这个建在云端的部落简直是男人的天堂 女人负责外出劳作并承包所有家务 而男人不需要劳动也不用赚钱养家 只负责享受生活 这个神奇的部落就是位于老挝北部的阿卡族 这里的三十户人家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村子里没有店也没有网 人们住茅草房吃旱到野火 生活上的一切都靠自己自足 包金一家就是这里的一份子 每天太阳一升起 女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 砍柴烧水 然后喂养鸡啊猪狗 等这些飞禽走兽吃完 家里的另一个神兽 也就是男主人包金包大爷也出动了 刚吃完妻子做的早饭 此刻她正悠闲的喝着早茶 听着小曲儿 享受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而女主人耶芬照观家里的这些禽兽后 就得马不停蹄的带着女儿和儿媳上山砍柴 她每天的生活就跟打仗一样 因为要干的活太多 她连走路的时候都得抽时间来放线 耶芬常年光着脚穿梭在山间小路 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她出刀的速度 她和女儿儿媳必须不停蹄地干活 否则养不活这一大家子人 而这些本该是男人的工作 耶芬早年父母双亡 她和妹妹相应为命 包大爷比她大12岁 本来她是不同意这门婚事的 但是包大爷承诺会照顾她和她妹妹 这才答应了下来 没想到结婚后完全相反 耶芬不但家务活全包 还得养家糊口 而且由于阿卡族崇尚生育文化 她从23岁开始 就以每年一个的频率 生了15个孩子 其中有近一半夭折 过度的生育和操劳 让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 忙碌了一上午 女人们终于砍了足够的柴火 她们背着沉重的木材下山 回家卸货后又得马不停蹄的给男人们做饭 而不管她们多么忙碌 男人是肯定不会来打把手的 而且她们对此不会有一丝愧疚 因为女人干活男人享受 是阿卡族数百年来的传统 她们的一日三餐很简单 都是蔬菜配米饭 很少能见到荤菜 因为家里的牲畜要拿去卖钱 用来供小儿子上学 饭菜准备好后 一家子准备吃饭 父母和长子一桌 二儿子一家一桌 女儿们再做一桌 一大家子从吃饭到穿着 从家务到祭祀都有很多规矩 保亲每天都会在一旁监督 确保她们都遵守了规矩 阿卡族的女人一旦结婚 就必须时刻穿戴着民族传统服饰 不管是下地干活 还是上床睡觉 都不能轻易取下 这也意味着 她们不能随意洗头或者梳理头发 只在某些特殊的日子里才被允血 如果在父母生日的时候整理头发 这意味着希望父母早点死 是大忌 带着这一身繁重的配饰干活 是很累人的 保亲的二女儿坦言 一天要干的活 甚至多到数不过来 耕地种菜 砍柴劈柴 收割倒谷 打水做饭 洗衣服洗碗 带孩子 访棉线 染布做衣服 还有喂养所有禽兽等 因此 她们没有固定的就寝时间 只有把所有的活都干完才能上床睡觉 她们的铺位非常简陋 一大家子人 包括几个儿子儿媳 都挤在一个房间里 每个人的铺位 都有包金亲自安排 床铺之间就只用一块布折挡 倒也不是不能睡 只是到了晚上造娃的高峰期 恐怕会有诸多不变 包金当过村长 现在是长老会的一员 因为他懂得一些巫术 所以村里的婚丧嫁娶 还有头疼脑热的事情都会找他 包金有一张祖传的纸条 上面画满了各种神秘图案 据说可凭此 预测生老病死 这一天 村里有个孩子发烧 找包金来帮忙 他摆了一个复杂的阵法 声称要为孩子驱赶病魔 整个仪式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让人没想到的是 经过一番有模有样的操作 后来孩子的烧真的退了 其实主要原因是 孩子父母给他吃了两片退烧药 但是围观的村民和包金都拒绝承认这一点 由于村子远离现代文明 娱乐活动少得可怜 男人们一天到晚闲得蛋疼 他们白天还能边吃东西 边看老婆干活 到了晚上就只剩下造孩子了 包金的二儿子已经有了五个孩子 村子里的奶爸随处可见 男人在家喂奶带玩 女人则出门看活 这个场景看起来就像回到母系社会 但事实上 家里的大事小事又都是男人做主 所以这是典型的母系社会 向父系社会过渡失败的案例 只过渡到一半就硬生生被卡住了 导致现在男性掌握权力 却不用干活 女性劳心劳力却没什么地位 几天后 包金最疼爱的小儿子从城里回来了 家里特地准备了肉食 而且把桌子从厨房移到了外面 小儿子带来了一些新T恤 还给发小剪了一个时髦的发型 虽然他从小深受族人观念影响 但是这些年在外面生活 他的思想已悄然发生改变 以前他喜欢一个阿卡族的女孩 不过现在不是了 因为在外面见了世面以后 他发现漂亮女孩太多了 小儿子的目标就是到城里工作 再去和城里姑娘 然后把家人接过来一起生活 走出村子去上学 并不符合阿卡族人的传统 只不过近些年 现代文化对部落传统的冲击越来越大 以前村子里没什么医疗服务 治病救人主要就靠包金的神秘纸条 但是现在政府会派一些医学生 来免费看病和分发药物 这大大提升了村民的健康水平 也让他们感受到了现代医疗的好处 村长想把村子搬到离城镇近一点的地方 这样交通会更便利 还可以通电通自来水 不过这项提议遭到一些村民的反对 包金也是其中一员 他担心村民迷失在现代文化里 而忘记对阿卡族传统的坚守 只是这个趋势已经很难阻挡 年轻人一旦见过外面的世界 就很难再回到村里 就像包金的小儿子 在家待了不到一天 就打算返回学校 山高路远 摩托车骑上两三个小时 然后再换水路才能到达镇上 他第一次出来上学的时候 只有11岁 那时还有些害怕外面的生活 不过当他第一次接触到手机 电视 还有大型的菜市场时 他发现外面的世界实在比原始村落要精彩太多 现在他希望能考上大学 然后学IT或者做一名警察 不过要是家里没钱供他上大学 或者没考上 那么做一名司机也行 反正无论如何 他都不想回到村子里 过那种原始传统的生活 年轻的向往现代生活 年长的死守部落传统 这种在现代和传统之间挣扎 就是阿卡族的现状 女人干活 男人享受 本是他们延续了几百年的风俗 但是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 他正变得摇摇欲坠 也许过不了几年 阿卡族人就会彻底融入现代文化 喜欢的话 一定要关注点赞 见识君和大家一起看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